哈喽 小狗咋也 小狗还可以 这个狗年龄还不干 不然躲不住了 这个狗没有主人 没有 有两个人 他几天了被车撞了 四天 有人看到他被撞吗 看到了 看到了 七夜看到了 看到他被撞了 不怕 不怕 带回去治病 估计他要不是因为这些小狗 他就 都愿意去自生自虐 撞了之后 他也是很坚强地去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天太热的时候 自己就还是要躲起来去找吃的 找了吃的回来 再喂小狗 他在看不见的状态下 也自己出去找吃的 后来被人赶 被人嘴赶驱赶 然后被发现人看到了 发现人来把它弄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谢谢啊 回头给你们发视频 回头给你们发视频 回去妈安静了 今天有位重要嘉宾介绍给大家啊 百合老师 她是一位正处于哺乳期的狗妈妈 哎 百合老师在教室怎么还要戴墨镜呢 百合老师还在不入区的时候遭遇了车祸 为了懂过病情防止感染 5月10号给他做了眼球摘修手术 但是百合老师生命力顽强 他打算与世界重修就好 所以接下来百合老师会担任我们的心理辅导老师 好 那下面我们进行一次随谈测试 展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 促进一下师生的友好交流 嗯 让人讲课 你礼貌吗 你多休息休息 一只百合和五个宅家一共重十一油 百合体重比宅家们体重多一油 请问百合与宅家体重各多少斤 我知道 根据哈吉米的福利利率 当百合完全浸入水中 检测溢出水的重量就大致等于百合的体重 叫你动老机 没叫你开脑 我的小学毕业了 可以直接用体重计吗 不行 出体人不让他 这个问题简单 我们假设百合的体重为X 则载载的体重为X-1 于是我们可以列组等于是X加X-1等于11 2X等于12 则X等于6 那百合的体重等于6油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它多少斤呢 这个简单 你看这是一瓶一升的菜籽油 一升的菜籽油重量约等于1.8斤 真的 你怎么知道的 关于它标夹呢 这是老群羊自产自销 新鲜菜籽油 古法牙榨 龙香醋后 大家知道一升约等于1.8斤 百合的重6乘以1.8 等于10.8斤 在这么重的5油乘以1.8 等于9斤 耶 到了油了 到了油了 那么你家杰子多少油呢 评论去写下答案 记得加作业哦